哈喽大家好,我是奥阳 今天给大家说一部林晨英经典奇幻片 金庄鬼打鬼 首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反派刘永光 至于为啥叫这么个名 可能是希望祖上有光吧 刘永光是一名房产奸商 但最近他有点上火 由于太左 他即将处于破产状态 望着一片废墟的海滩多亚村 没有办法 他只能选择变卖 但这个土地也不是想卖就能卖的 还得找相关部门Vonsor获得批准 这个Vonsor是一个土地大行 但也不是什么正经人 就喜欢搞点黑眼交易啥的 Vonsor就说了 想卖地没问题 但是我看你媳妇王美丽长得不错 要不我和他单独谈一谈 怎么样 嘿嘿嘿 至于想干啥 一看就知道啊 李永光一合计 用媳妇换几亿的大项目 靠谱啊 然后就答应了 还说媳妇王美丽会准时上门的 王美丽哪会答应这种事呢 你个渣男算我瞎了眼 当天晚上下起庞陀大雨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征兆 王美丽十分苦闷 就跑到屋外散心啊 此时电闪黎明 王美丽你还偏偏往高处跑 你以为你是避雷阵啊 直经咔嚓一声 一道电流子顺势而下 王美丽被电的是支离破碎啊 漂亮的脸蛋也被劈碎了 不幸的是竟然没有死 你说惨不惨 为了几亿的大项目 李永光只能把王美丽送进了整容医院 整容医生本来还信誓旦旦的打包票 不管是整人整鬼整狗整猫通通没问题啊 可看到王美丽那读术一致的俊典 整容医生也怂啊 哎呦我的妈呀 怂了怂了 整不了 无奈之下 李永光找到一个大法师 这个大法师可不得了 他不是什么江湖骗子 他会使用传说中的锦衣术魂术 还说保证能让王美丽回复到巅峰状态 但想要施展这种法术 需要找一个身材和王美丽一样一样的美女献祭 找美女这还不简单吗 美女到处有夜场特别多呀 李永光很快就展开了行动 这一晚他盯上一个喝醉酒的大姐大 侠姐 这侠姐喝醉酒也就算了 还偏偏往胡同里跑 你说这不就是给恶人创造机会吗 就这样三下五除二 李永光就把侠姐给带走了 惨遭毒手 成为了王美丽的祭品 画面一转 大法师出现了 只见大法师摆好阵势 准备法术 把侠姐的人皮转移到了王美丽身上 我的天呐 原来这是一个邪术 为了防止死去的侠姐化身厉鬼复仇 大法师还用大利盐封印法 把侠姐的尸体给封印了 你别说 这大法师虽然人长得磕成 拿钱是真办事 活确实不错 做法三天 王美丽还真的就恢复如初了 皮肤光鲜亮丽 更胜遗忘 这一下 集一的大项目看来是稳了 但也就在此时 三对前来游玩的年轻男女登上了刘友光的小岛 荒山野领越黑风高 他们要在这里野餐野营 住上个三天三夜 要是关系处得好的话 说不定还能飙个车 嘿嘿嘿 另一边 看到王美丽恢复的也差不多了 刘友光就把温瑟叫来谈交易 温瑟不仅免费吃喝 最后还能飙个车 上导游玩的几个小年轻人也坐不住了 荷尔蒙是肆意会发呀 越黑风高 不飙个车实在可惜呀 但由于飙车速度实在过猛 一个年轻男孩误打误撞 走进了封印霞姐的结界 然后就被附身了 他把霞姐的冤魂给放了出来 霞姐死的是真冤枉 他这一次顺利逃出来 他要复仇 他先是找上王美丽 王美丽正在和温瑟在缠绵着呢 他上了王美丽的身 化身甩皮怪 吸尽了温瑟一身惊气 然后温瑟就这样散心 现在领了盒饭 果然 坏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另一边修雄正的大法师 察觉到被封印的霞姐冤魂 出了意外 他抄起法器 捏齿了咒语 可最后仍然不是甩皮怪的对手 随之领了盒饭 最后甩皮怪盯上了罪魁祸首 刘永光 刘永光就比较幸运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名起得好 起尊了 他在逃跑的过程中 遇到了隐居身上的英叔 英叔一出现 管他什么牛鬼蛇神 都得绕道走 老夫纵横鬼圈几十年 骂样的鬼没见过 盘打 此时的甩皮鬼 已经盯上了几个前来岛上游玩的年轻人 内心怨恨的甩皮怪 已经不管三七二十一 还是五七三十五了 都得死 他顺手带走一个酱油女 想要继续逞凶的时候 英叔赶到了 一人一怪 随之展开激烈大战 三百回合呀 碰碰恰恰 打的是难分难解 最后英叔救出了几个小年轻 想要彻底收服甩皮怪的时候 还是被甩皮怪趁机跑了 英叔一和解 想要彻底收服甩皮怪 就得用他最害怕的东西 那就是盐 毕竟他是甩皮怪嘛 凡是闲闲的玩意儿 都能让他现原型 那我就想问一句 那闲鱼行不行呢 几个小年轻人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跑回营地 找来了生抽酱油 喂鸡鲜 英叔看了都无语啊 这不是个犊子吗 难道你们还真想来个红烧甩皮怪啊 英叔派刘永光 把甩皮怪给引出来 毕竟甩皮怪是想找刘永光复仇啊 这一次刘永光也不好使啊 没光了 一走进小树林 直接被甩皮怪上山了 小伙伴看到被附身走出来的刘永光 还差点上当 多亏英叔及时打开天眼通 看破了皮怪的小技点 这一次英叔功力全开 彻底把皮怪给整服了 虽然这皮怪也挺可怜 但毕竟也报复的差不多了 从哪来就回哪去吧 他命令几个小年轻人去装海水 毕竟海水也是闲的呗 几个小年轻人先手用衣服盛海水 咱也不是咋想的 这还不够漏的吧 果然 等他们跑到甩皮怪身边的时候 海水早就漏光了 另一边 英叔看的是干着急 你们倒是快一点 我真的挺不住了 关键时刻还得动脑啊 一个小年轻人找到了水泵 引来了海水 使劲往甩皮怪身上吃啊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甩皮怪就这样 惨兮兮的领了盒饭 你说他到底是有多奶 幸运的几个小年轻人离开了小岛 坏事坐镇的刘永光 也因为被甩皮怪附身 变成了痴痴傻傻的呆子 善良的英叔收留了他 两个人留在岛上度过余生 看了这部电影 老杨这样说 没啥事 别总往那些荒岛上跑啊 说不定还真能遇上 什么千奇百怪的坏玩意儿呢 好了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 老人 ichi si 你说 す 以 邦 没